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 同学们能听到老师说话吗? 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同学回复个1 昨天那个课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个视频 然后重新录制一遍给大家 这里是美妆天天练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菲菲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眼妆教程3 这个眼妆呢,这个眼部的妆容比较复杂 也是面部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所以我们分三节课来讲 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导学 这个今天的眼妆3 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假睫毛的粘贴 以及刷睫毛的技巧 看一下今天的目标 了解假睫毛的种类 了解假睫毛的种类 看有几种假睫毛 咱们前面讲到了 它有自然型的 还有夸张型的 看看除了这两种最基础的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假睫毛 同学们在自己选购的时候 也根据老师今天所讲的 然后去买 看哪一种最容易粘贴 哪一种最容易掌握 掌握睫毛妆容的这个技法 然后本节课的作业是 待会儿老师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同学们跟老师同步进行 学着给自己粘贴这个棉线杆的假睫毛 拍照上传到QQ群相册 老师会在下周三的晚上 给同学们进行点评 上节课 上次做的点评课 老师看到同学们都 教作业都很积极 然后有什么问题 老师也都给你们指出来了 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老师给的建议 去完善我们已经掌握的这个美妆知识 看一下今天的四个小目标 今天是有这四小节 第一个假睫毛的种类 假睫毛的种类 老师今天准备了几个 准备了几种假睫毛 给同学们看看 看看这市面上最常见的 还有我们对一些特殊装 创意装 有特殊要求的装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假睫毛 第二个是第二小节 粘贴假睫毛的正确方法 今天老师也请了一位漂亮的模特 来给我们老师在他的脸上 给同学们示范 同学们跟老师同步进行 再温习一遍 我们前面讲过的打底 然后这个眼妆 眼影眼线这些 跟老师同步进行 然后第三小节是下睫毛的粘贴技巧 一般我们粘假睫毛 是只粘一个成片式的上睫毛 今天老师也准备了几种下睫毛 同学们也学习一下 这个下睫毛是怎么样去粘贴的 粘贴假睫毛的实操 来看一下这个小图 这个图片就是一个简单的顺序 这个很简单 同学们先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这六个步骤 待会老师在粘贴 粘睫毛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一步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步就是先用这个睫毛夹 把睫毛夹得翘翘的 如果说眼线是平面的 平面的去放大眼睛 它就是调整眼形 画一个更加好看的轮廓 平面的去放大眼睛 而睫毛呢就是立体的放大眼睛 是不是 它是放射状的把它夹的翘翘的 就是放射状的去放大我们的眼睛 下睫毛是不用夹的 它就自然往下长的 这个一定要夹的翘翘的 现在的睫毛夹 孙同学说睫毛短怎么夹 睫毛短还有睫毛硬 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法 比如说拿一个小棉签 那种木杆的小棉签 然后你用大火机稍微加热一下 然后再去烫自己的真睫毛 我们只有把它夹的翘翘的 你夹不了才去选择那个烫的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睫毛夹 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硅胶的软垫吗 去稍微过一下这个软垫 稍微把它加热一下 再去加假睫毛 再去加自己的真睫毛 方法就更容易翘起来 烫着眼睛怎么办 这个你可以用手去试试温度啊 你加热之后用手试一下 这个温度合适 你再去上这个假睫毛 一个是容易烫着眼睛 再一个就是呢 如果你温度过高 就把原本短的睫毛给烫化了 那样的话更惨 所以我们一定要第一步 是在睫毛夹外面烫吗 那个是在这个睫毛夹的这一层 一会老师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层有一个硅胶垫 你用大火机稍微加热一下 再去夹假睫毛 更容易翘 那个翘度呢 更容易持久 那这个是睫毛 我们一定要把它加的翘翘的 再去粘这个假睫毛 这样才能让真假睫毛合二为一 才不会在侧面看起来是两层的 很多不去加假睫毛 就去贴 不去加真睫毛 就去贴假睫毛 就容易在侧面看是两层 是两层睫毛 那样的话非常不和谐 不好看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步先把自己的睫毛夹翘 然后 然后我们再去轻轻的取出盒子里面的棉线杆的睫毛 你可以用手用小指轻轻的把它取出来 也可以用镊子 用咱们准备好的这个小镊子 把它轻轻的夹出来 千万不要用蛮力把它硬扯 硬扯出来的睫毛呢 一个是它的那个弧度会变得很直 不方便贴合咱这个眼睛的弧度 你如果用蛮力扯出来 它可能就会扯成了直线 再一个呢 这两端 它固定住这个地方很容易扯坏 就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轻轻的用手取出来 或者是用镊子 温柔的把它扎出来 然后呢 拿到之后 先把它往里窝一窝 窝出这个拱形的形状 因为咱们的眼球是有弧度的 咱们这个眼形啊 是一个这样的弧形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假睫毛 它给弯出一定的弧度 然后再去贴 这是第二步 然后呢 再拿我们准备好的弯茧 或者是这个睫毛茧 小一点的睫毛茧 茧去多余的棉线 然后这个假睫毛是不是 这个睫毛的两侧还会多出来一点 棉线啊 这个是方便我们用手去掌握它的 但是我们在贴的时候就要把它给剪去了 剪去之后 我们用镊子夹住它 不一定要用手 用手 给别人化妆的时候用手是不方便的 而且呢 不太专业 我们用镊子夹住它 用胶水 乘90度角 这个胶水的刷头 和咱这个睫毛 和这个假睫毛的这个睫毛根部 是乘90度角 它乘90度角左右均匀的 涂满 涂满之后呢 两端的地方 还有这个睫毛的中部 它是需要我们稍微加固一点的 人的眼睛有多少根睫毛 孙同学问老师看过爱情公寓吗 我好像有点印象 是不是像 是不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是这么说的吗 我忘了 没大看过 你有什么 你知道什么梗 跟老师分享一下 它这个图片上的这种睫毛 这种睫毛胶 它是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你买那种成对的睫毛 一副睫毛 它就会附赠这么一小瓶的 小胶水 是一个透明的 老师我看看假睫毛什么样的 现在看看吗 孙同学稍微等一下 老师马上就跟你们开视频 你们就可以看到老师给你们准备的 众多的睫毛了 这种胶水 它是一个透明状的 透明状的 然后咱们现在比较常用的 我们化妆师需要用的 是老师之前给你们推荐的 那个玛丽佳人的 玛丽佳人的白色乳液状的那个胶 那个胶涂到涂上去呢 持久度比较强 它比较持久 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 同学们练习的时候 可以选用这一款啊 去买这一款啊 然后还有一种 有一些人觉得呢 他的眼皮比较敏感 比较容易过敏 他对这个胶水容易过敏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一瓶 抗过敏的双眼皮胶水 老师推荐给你们的是鹅配蓝的 鹅配蓝在淘宝上天猫上都可以买到 鹅配蓝的胶水 它是一个白色的 它是白色的 然后那个是抗过敏的 但是呢 它的胶水的强度不是很强 因为是抗过敏就比较温和嘛 然后那个呢 它可能就不太吃久 也是一些特殊人群会用到那种的 那一会儿老师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食物什么样 鹅配蓝 不是这个鹅 是女字旁一个我 配呢 是佩戴的配 蓝 蓝应该就是蓝花的蓝吧 鹅配蓝 你搜那个防过敏的双眼皮胶 不是睫毛胶就能搜到 嫦娥的鹅 对 嫦娥的鹅 然后我们再用 再重复这个第二步 把它稍微的再窝一下 窝出了这个弧形的弧度 然后再贴在眼睛上 贴的时候呢 不要让这个眉根毛都竖着 要让它平着 平着贴在咱们这个睫毛根部 不能紧紧的贴着这个睫毛 这样容易在卸妆的过程中呢 揪下来咱们自己原本的睫毛 我们就是在外眼线 稍微往外一边这个地方 去贴这个假睫毛 让它这个睫毛呢 是往上翘的 往上翘才能放大眼睛 贴好之后 再用手去调整它的弧度 可以往上拨一拨啊 或者是用手啊 去固定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不用镊子 用手去调整 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步骤 今天呢 PPT比较少 主要是 让同学们看一下 老师的这个实际操作 然后这个是范冰冰 这个没有假睫毛的妆 和带了假睫毛的对比 所以说睫毛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范冰冰这么漂亮的眼睛 都需要这个睫毛去修饰 如果你的眼睛呢 还有你遇到的新娘 她的眼睛没有这么美丽 更需要我们需要 更需要我们去用这个假睫毛 去修饰她的眼睛 好了 我们开始看一下 看一下老师吧 哈喽 你们好 同学们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 老师今天准备的睫毛 有拿几种 一个是 就是一直推荐同学们购买的 这种棉线杆的 哈 这种棉线杆的假睫毛 是最容易掌握的 可以再看一遍 老师好漂亮 谢谢孙同学 老师觉得昨天录的课更漂亮 扎了两个小辫子 看这种呢 它是棉线杆的 这个睫毛 它包括这个 睫毛根部的 这个棉线杆 都是非常柔软的 好操作 为什么好操作呢 对比一下这个 呃透明杆的 透明杆的 它就是呃比较有 它那个透明的力 它那个力比这个强 它粘的比这个结实 但是呢也不好控制 所以同学们在贴睫毛的 贴睫毛的初期 啊选用这样的 自然的手工棉线杆的 这是一个218 218稍微长一些 不过也是自然为主 朋友们可以选216或者217这两个型号 它因为这个不仅能够满足咱们日常装的需要 它日常装你可以贴一层 如果你遇到一些特殊妆容的要求呢 啊要求浓一些 可以别加贴贴一层 然后再贴一层 它可以别加贴个两三层 也会很自然 也会很自然 而且呢放大眼睛的功效会更大 这是棉线杆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夸张型的夸张型的是什么样的 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些睫毛 同学们也可以在淘宝上 或者是在视频店里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一些这样比较夸张的睫毛 来画我们接下来 啊要求同学们去掌握的 创意化妆 啊要画那个创意手挥稿 画完之后呢 同学们再去在脸上进行这个 妆妙的创作 它会用到这样比较夸张的 当然 对 孙同学说舞台妆的睫毛 对咱们那个舞台化妆 啊也会用到这样的睫毛 当然日常的话用这个 会有一点夸张 有一点奇怪 但是上舞台的话用这个呢 还是很好看的 才会有效果 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睫毛 啊这个也是一个八笔的 啊这是八笔的 哦掉了 这是一个八笔的睫毛 跟那个棉线杆的比起来呢 它就会比较浓密啊 但是也是分叉的 啊这样的也是比较自然 种类有很多啊 老师不可能一一给你们展示 同学们在天猫淘宝或者是视频店 和化妆品店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一些 这个是上键嘛 都是一片式的啊 一片式的 比棉线的要夹 对 所以让同学们先去买这个棉线的 把这个掌握之后呢 我们再去啊 掌握那个透明杆的 然后就是这种一株式的 啊 这就是一株一株的 这个是怎么用的呢 这个呢就不能用手了 因为它太小 不容易拿啊 不好拿 然后在脸上这个角度呢 也不太好掌握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用 配合这个镊子 一定要配合这个镊子 把它夹下来 一根一根的粘在眼上 可以当下睫毛使用 当我们画了很浓的上眼颜的 这个上眼皮的妆 啊 很浓的睫毛之后呢 可能画完之后 这个下面就会空空的 尤其是这个下眼颜的三角区域 会空空的 你涂上这个眼影啊 下眼影下眼线之后 还会有一些空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去加几根这样的单株的睫毛 啊 一株一株的 由眼尾 往往里加个三株或者四株 啊 就可以了 这样会更加的 全方面的放大我们的这个眼睛 好 这个是单株式的 这个也可以贴到上眼上眼上 睫毛上 一株一株的沾上 会比这种成片的要自然 啊 就是这两种睫毛 还有棉线杆的睫毛啊 老师上午给用了 好 今天先教同学们 运用这个最简单的这种棉线杆 睫毛哈 先 先先学会这个怎么用 然后我们后面的课里 再教同学们一些这个稍微有难度的 好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模特 上课 请过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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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妹妹,说我和模特长得很像 好,这次看这位模特 我们要给他今天画这个睫毛的妆容 再往前一点 把同学们看回清楚 画一个模特的视频 我们给他画这个睫毛的妆容 首先我们做它之后 先观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皮肤 这位模特它的皮肤非常好 是属于中性偏 偏混合一点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皮肤状态 然后我们在画粉底的时候 就可以自由选择了 就没有太多的顾虑 不用再为接下来打基础 因为它的皮肤非常好 然后再来观察它是什么脸型 观察完它什么皮肤之后 再观察它是什么脸型 这个模特跟老师差不多都是圆脸 所以我们在进行打粉底液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修饰一下 就可以画一下轮廓 婴儿肥 对 都是胶原蛋白 生一小是因为这个画桶里老师太远了 老师跑来跑去的 老师不是胖是婴儿肥 谢谢你啊 老师不是胖 终于有理由的去大吃大喝了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用这个化妆海绵 这个用的时候怎么用呢 这个是我昨天洗的 洗完之后 今天呢还是有一点顺 但是呢 但是我们用之前要用这个喷壶 把它喷一下 喷湿之后我们再次的把它拧干 喷湿之后再用纸巾包住把那个水分吸干 为什么这么做 老师前面课讲了 这个洗干净之后 把水拧干 拧到拧不出水的状态的时候 就是上妆最服贴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它有水 有水的话 上粉底液很容易在脸上会不均匀 因为有水的地方就会稠一些 有地方就会稀一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水全部拧干之后 再去上在模特的脸上 然后这个模特呢 皮肤非常好 但是是一个偏黄的肤色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偏紫的紫色的隔离 画一个 涂一个薄薄的隔离就可以了 因为这位模特 他的皮肤已经非常好了 挤上一点 薄薄的打在模特的脸上 同学们跟老师同步进行 也在自己的脸上给自己打一个薄薄的底 因为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给这位模特修过眉毛了 同学们如果在修眉毛的话 也是要在打隔离之前 一定要在打隔离之前把眉毛修了 用多余的眉毛呢 那就是修下来的眉毛 用这种扇形刷 给它轻轻的扫掉 扫掉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底妆 因为打完底妆就不容易修眉了 修完眉毛 这个修下来的眉毛它就会粘在脸上 然后对我们接下来的操作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就要修眉 还有贴双眼皮贴都要在底妆之前去进行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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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眼周是最薄的地方 剩下的我们把它擦掉 眼周是最薄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打上隔离 同学们给自己画 打隔离的时候可以用手 给别人画就一定要借助化妆工具了 然后就是画粉底液 然后就是打粉底液 这个模特脸上没有什么瑕疵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ZA的 ZA的这是两个颜色 用这个ZA的 因为这个ZA的比较稀 很稀很透 就适合这种皮肤底子较为好的 它皮肤底子好 不需要太多的去遮盖去修饰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细薄的 对皮肤也好 这是两个颜色 一个这个00还有这个0w 这个是颜色较亮的 那我们在画这种脸部较肉较圆的人群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用两个粉底液 同时进行 对比一下这两个颜色 能看出来吗 一个是稍微自然一点的颜色 一个是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我们画这种比较圆脸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粉底液 先去找一下脸上的轮廓 模特老师的皮肤适合哪个颜色 这个模特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它皮肤偏黄 但是不是很黑 然后我们就用这两个颜色呢 最亮的 打在它需要提亮的这个T曲 额头 鼻梁 以及这个下巴 还有这苹果肌的地方 然后再选这个暗色 这个暗色是比它原本皮肤呢 是稍微暗一点的 然后去修饰这个多余的两颊 是不是 把这个画暗了 这两块是不是就往后走 视觉上看上去 这个脸呢 就会显得小 那所以我们打底 就第一步 就开始去做这么一步 感谢观看 怎么办 感谢观看 需要我们提亮的呢 还有这个眉骨 我的老师裸妆也好看 画完了这个额头鼻梁下巴两颊还有眉骨 然后我们就来打这个稍微暗一点的颜色 画了它的两颊以及鼻翼 看一下镜子 这两个地方呢 是需要我们往回收的 就用一个暗色的这个粉底液 然后打的薄薄的 一定要薄薄的 这样呢装感比较自然 不会太厚 当然不能刻意的去强调 这个需要收进去的轮廓 然后它两颜色衔接的地方 我们也用化妆袋轻轻的拍 把它拍开 不要有太强的一个轮廓感 它自然的过渡 这么按压的结结实实的 老师的手是有力气的 不是这么轻轻的在别人两样蹭 是这么有力度的 这样的这个妆感呢 才会更加的服贴 打一个结实的底妆 然后这个模特 它的皮肤比较好 没有什么痘印啥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 不再带大家温 温习这个遮瑕这一步了 我们直接定妆 剩下的时间 我们能更多的讲一下 这个睫毛的部分 定妆今天用哪个呢 用这个吧 这是一个美宝莲的 美宝莲的散粉 用这个大刷子蘸去之后 我们在手上把鱼粉抖下去 这样的话上妆才会更加均匀 我们在手上把鱼粉抖下去 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化眼妆 朋友们跟老师一起同步进行 再看一下 我们给别人化妆化妆的时候 然后打完底妆之后 不管你做哪一个步骤 画哪一个部位 都要带上这个钩坡 带上你的小指的地方 老师带的是个口袋似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去化的时候 不能用手指直接去接触模特的脸 这样会弄花我们这个妆 可能会留下指纹啊什么的 会蹭的不均匀 一定要带上这个 然后才能放心的在模特脸上进行按压 它的这个质地呢 像粉扑一样 谢谢孙小摩同学 然后我们开始先画内眼线 这个步骤呢 也是我们之前这个眼妆教程的步骤 眼妆一眼妆二 我们先来学的是不是眼线呀 然后我们先给模特画一个内眼线 然后使用十只指副 然后千千副 然后 chúng都拨起来这个模特的眼皮 把这个衣服衣服拨起来 然后我们先去据起来 把衣服拨起来 然后我们先去线 然后把它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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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贴着这个模特的睫毛根去画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要贴假睫毛 所以画的稍微粗那么一点 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外眼线呢 是在贴完假睫毛之后再进行的 所以我们这个内眼线可以稍微画的粗一点 然后是眼影 眼影今天画一个大地色的眼影吧 昨天上录直播客的时候 画的是一个红色的眼影 今天画大地色的 大地色的就是这些棕色珠光哑光的盘 那个没画的眼睛显得小 对 宋小摩同学观察的很仔细 然后化妆刷呢 就是老师要求同学们准备的三只化妆刷 大中小三只 看一下大中小三只化妆刷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大刷子 我就不讲解了 同学们上节课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跟着老师同步进行就好了 怎么画你们也知道 有什么疑问 在KQ群里也在KQ厂再问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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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是专门涂眼睛的 对是涂色 大地色 就是泥涂色 眼影就是越靠近睫毛根部 然后它的颜色就越重了 感谢观看 这个眉骨的地方注意了 老师前面不是讲了吗 这个眉骨是需要我们提亮的 但是我看一些同学的作业呢 很刻意的把这个眼影的分界线 画到了这个眉骨需要提亮的地方 其实呢那样是错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轮廓晕染开来 晕得自然一点 不要有一个阶线 不要有这么一个直直的阶线 我们把它晕染开来自然的过渡 扫开 听不清楚是吗 听不见 这样可以吗 这个话筒可能离得太远 还是为什么 听不见了 说明 todavía是喜欢的 听不知了 我们带来这个眼睛 听不见你们的眼睛 听不见 这个眼睛的眼睛 叫我这样的眼睛 有些闹 应该 因为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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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用镊子夹住这个睫毛的中间 中间部位 看一下是不是两边有两个棉线 这个棉线是我们需要剪掉的 剪掉这个两端多余的棉线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是用这个镊子在这个模特的眼睛上比量一下 看比一比这个长度是不是贴合他的眼睛是不是长了呀或者短了呀我们再来进行修改 如果差不多差不多稍微长一点是正好的 forensicaire Lucas 然后就要体会看到使用 ray Ton 然后就要用睫毛胶去涂 然后呢zogenwho这个睫毛了 前面老师说到了这个睫毛胶的刷头 Porsche看这个刘故的手也不会团的話 然后我们去这么横向的 成90度角横向的去刷它 均匀的横向去刷 然后中间和两端 可以稍微多一点 那样可以加固它 我们在跟新娘妆呀 或者是在影棚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两头 多涂一点 然后在补妆的时候 化妆师站在导演那边 准备补妆的时候 也要都拿一个浇水 随时可以补妆 然后把它窝一个弧度 窝一个弧度 让它更贴合我们这个眼形 然后贴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镊子 或者是用手指去调整它的角度 然后我们再用手指去调整个眼睛 然后我们再用手指去调整个眼睛 一定要跟模特 即时的沟通 哪里不舒服 因为新娘呢 她是一天会换妆面 但是假睫毛是不会换的 如果不舒服的话 是要及时的调整 然后这一只也是一样的 先剪去两端多余的棉线 然后再在模特的眼睛上 比一下这个长度 是否长了 或者是否短了 然后这个睫毛呢 它这个两端都挺长的 我们要修饰一下 它这个内眼角的地方 这个是贴到它的眼角内部的 我们可以把它修的短一点 因为有些模特呢 会觉得扎得慌 扎得慌 我们就先把这个内眼角的地方 稍微修短一点 然后再去涂睫毛胶 跟刚才重复刚才的步骤 把镊子夹住睫毛 甲睫毛 跟涮眼皮的 打这个刷头成90度角 坠匀的 把它刷开之后呢 再来强调一下中间 还有两端 这个假睫毛在卸妆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生拉硬扯 把它扯下来 那样的话 不仅伤害皮肤 而且会让你的眼皮变得松弛 一定要用卸妆水 用化妆棉 把它轻轻地敷下来 我们在日常卸眼妆的时候 也要注意 要多卸几遍 化妆是不会伤害皮肤的 不正确的卸妆 才会伤害到皮肤 不正确的卸妆 只要不这是要费面皮肤的 就像我一样 把表面的卸妆 不像我一样 不像我一样 明天的卸妆 就像我一样 在这一样 但我应该是能不胖 不像我一样 感谢观看 我们通过镜子走到模特的后方 通过镜子来对比两边 哪里长一点哪里短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上睫毛的部分 然后我们用完这个胶水呢 这个胶水不是成白色的乳液状吗 它干了之后呢就是透明的颜色 在眼皮上比较明显 在这个黑色的睫毛上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外眼线 放在睫毛这个步骤之后 好 就是来掩盖这个上眼皮胶水 这个睫毛胶水的痕迹的 然后我们就是从内眼角 往外流畅的 这么画下来 如果你掌握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手残党 就可以先从眼球的中部往眼尾 画之后 然后再从中部往前 去稍微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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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的外眼线不是贴着睫毛根部 贴着内眼线 然后在外面描绘吗 然后贴完假睫毛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贴着这个假睫毛 然后贴着它去流畅的画一道 画一道外眼线 老师离得太远了 眼线看不清楚 稍微往前一点 因为我刚才往前的话呢 我怕挡着这个镜头 我怕挡着这个镜头 看不清那只眼睛 你们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这个眼尾眼尾眼线的弧度以及角度 让模特睁开眼睛之后我们再去调整 这是一个218的假睫毛 你看这样老师就会挡到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上眼皮 上眼皮上眼点的这个妆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去根据上眼皮妆容的长度去调整一下下眼颜的妆容 好 前面交作业 作业 作业点评的时候老师看 有一些同学呢 他画的下眼影 下眼线 下眼线是从 是从原本的这个眼睛 是从原本的这个地方开始的 他记住了老师说 从眼尾往前的这个三分之一处 这个三角区域是我们需要用眼影来填满的 但是他忽略了不是从自己眼睛的三分之一处 是从我们这个眼妆 是从这个位置往前的三分之一处 因为我们这个眼线的主要目的呢 是用来调整眼型的 所以我们要用 已经根据这个上眼上眼影 来调整下眼影 这个三分之一处 仍然是用大地色 我们俩真是姐妹嘛 我们两个不是姐妹 可能画完妆会有一点像 然后画下眼影的时候要让模特睁着眼睛 我们把它约染得自然一点 这边有点浓 浓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化妆刷来补救 可以用它呢 去占取一点这个亮白色的粉饼 或者是那个修容盘里的提亮 用它去占取一点 压在我们画重的地方 然后 给同学们演示 这个下睫毛 下睫毛的粘贴方法 下睫毛呢 它是用来填满这个 这个下眼颈的尾部的 然后这要使眼型更加的拉长 这种单珠式的 这是一个自然的单珠式的下睫毛 这个在 在取它的时候 也是要用需要用到镊子 这个镊子有很多种有平头的斜头的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看自己用哪一种更顺手 看它这个弧度 是往上翘的 我们贴上睫毛的时候 这个睫毛是往上翘的 这么去贴下睫毛呢 就让它 哎呦掉了 让它往下翘 让它往下 这么去贴 这样才能放大眼睛 然后这个在涂加睫毛的时候 涂睫毛胶的时候呢 你看老师刚才就掉了一个 不太容易拿着 所以我们在涂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拧开这个 双眼皮胶 把它涂在手上一点 把它涂在手上一点 然后再用你夹好的 单珠式的假睫毛去蘸它 也是乘90度 90度角去蘸取 蘸取之后呢 就可以贴了 等个两秒钟 它最湿的状态 它这个最湿的状态 不是最黏的 它它半干的状态 才是最黏的 贴的时候一定要从眼尾 往眼头这个方向去贴 下睫毛的长度 一定不要长过上睫毛的长度 一般呢 可以贴个两株或者三株 一边各两株或者三株就可以了 除非是那种特定的 八笔装 娃娃装 然后才是贴整排的 贴整排的话 也是眼头的 要稍微短一些 眼尾的稍微长一些 就是这么个方法 我怎么自己练习的时候 也是把它立着 贴在下眼瞼的眼尾 然后这个左边跟右边一样 朋友们和老师一起同步进行 从外眼角开始往前贴 贴的时候呢 要贴在它原本睫毛的下面 你不能贴着它这个 原本的睫毛去贴 贴在它的下方 挨着紧挨着 看这眼尾各贴的两株假睫毛 当然贴多一点呢 效果会更好 这一个放大眼睛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之前的眼线笔 去画一下下眼线 使这个贴的这个 单株的假睫毛 像是长在我们这个下眼颈上的 画一点 然后最后再用小号的眼影刷 把它晕染一下 这位模特呢 他可能这个眼部有一点点的小肿 所以呢 不太适合这种下睫毛 因为他一睁开眼呢 就会 这个表情就会碰到它 所以同学们在贴的时候 也要注意 这样的模特 它不是很适合这个下睫毛 但是呢 如果贴的贴满的话 也会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放大眼睛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睫毛教程 如果你贴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发现呢 它原本的睫毛 跟这个假睫毛是属于分层的状态的 就侧面看 是两层 这样自己的睫毛在这里 然后假睫毛在这里 这两层 我们就就会用到这个 呃 睫毛膏 啊 去把它刷一下 然后可以用手稍微捏一下 让它们合二为一 睫毛膏在使用的时候 看怎么用 同学们日常不贴假睫毛 也可以用这个睫毛 睫毛膏 要把它这样扭旋转 不要直接把它拔出来 要旋转的把它旋出来 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这样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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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左右左右这个走向 去刷睫毛 老师今天这个没有分层 如果你有分层的状态状况呢 情况 可以涂完之后呢 再稍微这么捏 它们捏它们一下 把它们合在一起 好就好了 然后画了眼睛之后 那眼妆就是这样了 不是往上刷的吗 还是左右的 不是直接往上刷 先左右 它先从这个根部 左右的刷之后呢 如果你会用到 这是一个浓密型的 左右刷之后 如果你要用纤长的 你再可以这么 往上刷一下这个 呃 睫毛的尾部 对 就应该是左右刷的 左右刷是这种啊 纤长的睫毛膏 纤长的 如果浓密的 浓密的睫毛膏 左右的从根部开始刷 如果你用的是纤长的 你就在上完浓密的之后呢 呃 只涂这个睫毛的尾部 稍微往上 地下而上的 这么刷一下 啊 这个是咱们睫毛的教程 画完眼妆之后 我们再开始调整眉毛 啊 调整眉毛 然后再画唇妆 下节课就教同学们 这个眉毛怎么画 啊 教同学们眉毛怎么画 啊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老师已经讲了两遍了 就要看回报的同学们呢 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画 然后把作业上传上传至 呃这个眼妆教程三的 这个群像册里 老师会在下周三的晚上 给你们点评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啦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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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 感谢观看